全美确诊破31万例 超过8700人死亡 美国总统川普防疫记者会上 一开口就是语重心肠 爱荷华州的滑雪胜地太阳谷 因为美国富人和名流 纷纷到当地躲避疫情 造成确诊病例暴增 我听到医疗和医疗 每天都在医疗病毒 现在全美除了纽约州 确诊率破11万 美东的纽泽西 麻州 滨州 美国中部的密西根和伊利诺州 美西的加州 南部的佛州和路易斯安那州 一共9个州 确诊多破万例 其中纽约州的纽约 密西根州的底特律 路易斯安那州的纽奥梁 在未来6到7天内 疫情可能将达到高峰 我们说明天晚上 白宫防疫顾问伯克斯指出 宾州 科罗拉多州 和哥伦比亚特区 也正在被密切观察中 未来两个星期至关重要 疫情持续蔓延的结果 根据美国劳工 有近1000万人申请失业给付 因此川普希望球迷 能尽快回到球场 同时并宣布下间段 经济纾困方案 将包括协助中小企业 和饭店娱乐业 记者彭欣怡综合报道